DGS Park 入门教训 飞行器的几个关键词 什么是指南针 飞行器的指南针也叫三轴地磁传感器 即可用来获取飞行场地中的地磁数据 以对其世界坐标和本体坐标 即找到飞行器的前方与北方的相对方位 指南针记录的地磁数据 关系到飞行器的姿态控制 航向锁定、方位指示、返航点锁定、自动返航等 由于飞行器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定位 所以在校准时需要进行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的校准 建议您在飞行器每次起飞前进行指南针校准 什么是IMU IMU即惯性测量单元 由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组成 结合温度计、气压计等传感器 可以高精度的测量、飞行器姿态、角度、速度等状态信息 在飞行辅助功能中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 注意当DJ GoZap提示IMU异常或需要校准IMU时 请进行IMU校准操作后再飞行 飞行器电量 在DJ GoZap领布的飞行器状态栏中 有智能飞行电池能量槽 实时显示当前智能飞行电池的剩余电量及可飞行时间 电池电量进度条上的不同颜色区间表示不同的电量状态 当电量低于报警预知时 在飞行状态栏中会提示低电量报警及电池图标变成红色 此时应注意飞行时间 并按APP提示进行操作 什么是云台? Spark云台为两轴增稳云台 其作用是为相机提供稳定的平台 配合DJI Ultra Smooth技术 使得飞行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 相机也能拍摄出稳定流畅的画面 云台抚养可控角度为-85度至0度 可在DJI GoZap相机界面或通过选配遥控器的云台抚养控制波轮调整 云台的状态 云台状态显示云台模块自显形化 若云台自检通过显示正常即可正常使用 若显示云台电机过载或者云台未连接提示 此时请勿飞行 将飞行器移至平坦空旷地面并重新启动即可恢复正常 如多次重启未能解决 请与DJI售后技术支持取得联系 感谢您的观看